石家庄难道真的要躺平了吗? 目前石家庄传出了几个重磅的消息 第一,取消全员核酸检测 第二,关闭室内免费核酸检测点 是否意味着石家庄的防疫要学国外 全面放开去躺平了呢? 其实并不是 石家庄目前只是为全国防疫 做一个有限度放开的试点 目前石家庄的放开试点的模式是这样的 第一,实行更精准防疫 密切人群依然是要居家隔离 但是居家隔离限制在小范围内 比如小区的某栋楼 其他的都放开 不会对整个小区实行禁谋 更不会对整个区整个市进行封控 第二,进入公共场所 再也不用看核酸 学校和服务业基本都放开了 这样的试点模式 其实是非常符合刚刚出炉的 防疫20条意见的中心思想 后面全国动态清零的模式 基本上会和石家庄的模式差不多 免费常态化核酸 变成资源付费核酸 如果确诊了 国家会进行收留医治 流调人员只会让密接的人居家隔离 其他次密接的不管 取消区域静默 该上班的上班 该营业的营业 那么问题来了 实行这样的模式 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 一,首先感染的人数会上升 但是现在的新冠病毒 已经被定义为治愈性疾病 绝大多数人居家几天就好了 第二,如果感觉病情严重的 可以自费核酸 然后国家免费收留医治 并且让相应密接的人居家隔离 这个模式其实是参考香港的 前几个月 香港采取这样的模式 除了一开始 确诊病例有一波高峰 每天新增确诊七万例 后面就逐步下降到 每天五千例左右了 这模式最困难的 就是地方一定要顶住 第一波确诊高峰 不要引发公众的恐慌 不要对医疗机构形成挤兑 所以,石架庄开始第一个试点 先看看这种有限度的放开后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毕竟我们是十多亿人口的大国 要徐徐而尽 一旦石架庄试点成功 相信马上就会向全国推广实行 所以目前在这个比较特殊的阶段 其实我们全国的防疫 是双模式进行的 第一,石架庄有限度的放开试点 第二,其他疫情严重的地方 依旧是核酸常态化 进行区域静默 那咱们老百姓应该如何对待呢 首先不要恐慌 要相信国家 现在有些人在家里面 囤呼吸机和治氧机这些 我觉得完全没必要 适当的存点 感冒药倒是可以考虑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 如果国家未来放开 需要家里用呼吸机和治氧机 才能挺过去 那么医疗资源肯定会被挤兑崩溃 试问国家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肯定是不可能的 否则为啥要施加装试点 直接放开不就好了吗? 第二,会有新冠后遗症吗? 严不严重 目前最新的数据没有公布 所以不好判断 我这里也就不发表个人见解了 但是从治疗的情况来看 对老人和小孩的影响比较大 所以呢,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去接种 第三针疫苗 特别是过一段时间会推出的全新疫苗 相信第三针疫苗能有效地 将新冠重症和后遗症降到一个比较低的概率 我们防疫逐渐放开 是经济超级困难之下 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 毕竟防疫要为经济服务 不能看着人还没病死 到最后饿死了 就像那句来自老百姓底层的心声 最可怕的不是病毒 而是穷了 干不了活就赚不到钱 最后,请大家认真听从国家的安排 相信国家,共渡难关